《星际效应》是一部由克里斯托弗·诺兰指导的科幻电影 于2014年上映 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的地球 由于人类活动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恶化 地球上的食物和水资源日益匮乏 使得人类生存变得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群太空探险家被派遣到宇宙中寻找新的居住地和粮食来源 影片的主角是一名前人类爱的飞行员库珀 Matthew McConlocky 4 他在过去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太空探险家 但现在却只能在农田中维持生计 他被邀请加入一个秘密计划 一同前往另一个星球 以解决地球上的食物和水资源问题 在此过程中 他和他的伙伴们不仅要面对宇宙中的种种危险 还要面对时间和空间的狭窄 因为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新的居住地 否则地球将面临毁灭的威胁 星际效应以震撼人心的场景 和动人心弦的音乐作为电影的资助 将观众带入一个奇妙的宇宙世界 探索未知和无限的可能性 则学和人性的探索 将对未来的探索和人类命运的分处 融入到电影情节中 使得观众在观影的同时 也能思考人类的未来和宇宙的奥秘 除了出色的视觉效果和动人的音乐 影片的演员阵容也是一大亮点 主演马修·麦康纳 安海瑟威 杰西考·查斯坦和麦特·戴蒙等人的精湛演技 为电影的情感深度和角色塑造增添了不少分数 总之 星际效应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电影 这是一个关于探索未知和选招